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我是明明 今天要快速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的新东西 我这一次要开箱的考古 因为我真的已经 又顾不及待了 可以看一下上面的袋子 它是日本当今 非常火红的一个 客制化手表的品牌 它的品牌叫做雷诺塔斯 Renotus 这个是它里面的盒子 如果说你是要送给情人 或是特别的日子 送给很好的闺蜜朋友 它们会在这上面就是 綁很漂亮的银铁姐 然后呢也可以帮你们 静置属于 生日赫卡或是节日赫卡 然后它的手表存放的盒子 是有点PU材质 就很像那个皮的质量 然后可以看到我的表 你可以看到我的表本 然后它的名牌会这么的有名 我觉得是因为 你可以完全的任性 然后可以选出一个 非常有自己风格的手表 它是可以从它的表壳 然后表针 表带 是选二语文的 还有手表的灵魂 就是它的表盘 全部都不会另外夹降 然后你就可以 从头到的挑选自己 外面手表 然后再来更厉害就是 它可以当作是礼物嘛 所以呢 你可以在这里 刻上比如说 你跟你的麻吉啊 或是你跟你亲人之间的一些 比较甜蜜的话 或是对方的名字 我觉得这个有刻上字的手表 就特别具备另外一种意义 这本来上面是它的logo 然后它也可以 刻制化 帮你箱上 比如说 你要送的朋友 或是你自己的 当月生日的诞生时 那每个人诞生时都有 各样的颜色 所以我觉得 具备了很特别的意义 而且它箱的诞生时 是四话都是起的转 所以是很精致 也还蛮讲究的 你看它的质感 很漂亮的啊 欢迎一起介绍 刚刚我不是说我表带 一定来做一个调避嘛 那它本来这个表带 就有搭配自己的一个表带 然后也没有马屋 就是有好好的做一个包装 然后打开里面就是这样 这个是亚光的材质 然后搭在手表上面 也非常的美 我觉得现在的人 不管是购买任何的东西 都会希望跟别人会有小小的不同 它们家可以客制化 你要的任何的小细节 会做一支 独一无二属于你的手表 所以我觉得非常推荐给大家 耶 我终于完成开箱了 那我要好好的 天天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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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以上就是我这次的分享 希望你们会喜欢咯 那我们就下个任何题材再见 拜拜 拜拜 好 以上就是我这次 呃呃呃呃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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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